路由器密碼的回覆 假設我們今天忘了路由器的密碼 要將它做密碼的回覆 我們要做以下的步驟 一開始我們先將路由器的電源重開 在它讀取的時候 按下Ctrl Break鍵 這時候我們就會進入到 Run的監督模式 接下來我們使用的指令 可以從提示裡面看 我們使用的是 就是反白的這一行 C-O-N-F-R-E-G 我們將主鈕暫存器裡面的 0X2102改成0X2142 這時候如果我們重開機的話 它就會忽略到開機的主鈕設定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進入到特權模式 這時候我們要先將之前的主鈕設定 回覆回來 所以我們要CopyDefense StartupConfig裡面的主鈕 把它Call到RunInConfig裡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行密碼的更改 我們進入到全域主鈕設定模式裡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進行更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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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完密碼之後我們也是在這個模式底下要將之前主鈕暫存器的 0X2102更改回去 0X2102更改回去 所以我們這時候使用到的指令是螢幕上反白的這一列 我們做完以上設定之後 要將之前上面所做的指令做儲存的動作 所以我們回到特權模式 Copy一份RunInConfig到StartupConfig裡面去 這時候我們做完設定之後 它主鈕暫存器還沒有回覆到之前的0X2102 必須要重新開機之後 重新重載之後它才會回覆到0X2102 我們這時候可以show一下version 最後一行有提示你 必須要將路由器reload過之後 才會回覆到原來的0X202 現在的暫存器還是0X2142 所以我們在這裡 移入reload 讓路由器重開機 讓路由器重開機 接下來我們再檢查一下 是否已經更改回去 是否已經更改回去 0X2102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路由器密碼的回覆了 到現在 快燙 我們再檢查一下 給我們